快 等一下醒悟一点 行行行 诶 有人在家吗 谁啊 阿姨 这里是不是二牛家 对啊 你们找二牛啊 不是找二牛 恭喜你 你们家拆迁了 拆迁? 对 意思就是把我们家拆了 把它挂上去 那可不得不行不行 那你们拆了我们家住哪里啊 我们住哪里啊 哎呀 放心了 哎呀 干嘛拆我们家啊 我们是拆迁公司的 哎呀 不行 不行 不能拆不能拆 哎呀 快点滚了 哎呀 先听我们 拆了我们都没地方住了 先听我们说 我们老板啊 看中了你们家这里 到时候啊 这里要做一个旅游景点 所以才把你们家给拆了 但是拆了之后呢 你们家有的补偿的 另外补偿两套安置房给你 而且啊 现在啊 你们家要按平方米来 来计算 还有两套安置房 哎呀 可以安置房啊 对啊 那多少人一个平方啊 好像听说一个平方米 有多少万吧 多少 一百多万 一百万啊 你们家这么宽 大概有五百平方 我用两奖 哎 其实那个啊 如果你懂做一点的话 那个平方米可以多一点了 就看你们懂不懂怎么做人了 你懂的话 五百平方可以变成六百平方 对对对 哎呀 我懂了 就懂意思了 老妈 我知道了 阿姨 你放心嘛 我们是赠回工资的 看到没有 这个是我们的工作正牌 对 我们不会骗人的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哎呀 就要你们将一只眼闭一只眼 哎呀 你估算一下就行了 大概估 我大概估有六百平米 对对对 六百 哎呀 那你赶了钱他们 哎呀 你不懂了 不懂了 这是人情世故啊 你 就是啊 人情世故 还是你这个儿子会懂得做人 你刚刚都说了 如果你稍微这个一点的话 你想要多少平方米 我们就帮你上报上去 我们家只有五百平米 我们给一点钱 他就将一只眼闭一眼 现在变成六百了 我们无形中多了几百万 这样啊 我们以后就大富豪了 那个冒昧的问一句 大哥 你结婚了没有 有没有对象啊 哎呀 我现在已经不早结婚了 现在我大把钱了 我已经将了纯纯的首付了 哎呀 估计啊 等下要美女要排长队了 大哥 你先看看我 我怎么样了啊 阿姨 你觉得我能不能做你家儿媳妇啊 可以可以 儿子 你干什么 哎呀 干嘛 我们 我跟你啊 以前是男女朋友 现在不是了 我 现在已经跟你分手了 看看你想一下人家拆迁了 变成拆迁大款了 你要不要点脸啊你 你是我女朋友 怎么转眼就喜欢他人呢 跟着她 她少分到大半辈子的 就是了 我就问你一句 你喜不喜欢我 你啊 对啊 你多大年龄了 我今年才二十二岁呢 二十二岁看起来 长得蛮漂亮的 哎呀 儿子可以我你看到 可以啊 她屁股大可以生儿子 妈 哎呀 哎呀 你跟你问一下 那你已经 那阿姨 我也慢慢问一下 您有 还有没有儿子啊 我也想嫁给你 当儿媳妇 喂 你干嘛 你干嘛 你是我弟的女朋友 怎么你也做出 做出这种 不要脸的事情来 哎呀 我跟你弟啊 没缘分 我现在喜欢嫁他们家 哎呀 亲爱的 你不是看上我吗 你看这个人 还在这里纠缠我 干脆这样 你大气一点 你拿钱砸她 什么呀 对对对 你们真的是 物质的女人 有没有啊 有有有 我有个小孩子 还在广东打工啊 还在广东啊 那明天 你叫她回来 我跟她见面 然后我跟她去约会 你回去跟你弟说 我跟她分手 好 顺便啊 反正今天 我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哎呀 我现在大把钱了 哎呀 借点钱 我 我去砸死你跟你笑 你快点走 走不走 啊 砸死你 哎呀 我记住你们了啊 走不走 走不走不走 我觉得你好有男人的气度啊 我真的是好喜欢你 妈你放心 我是看中你儿子的人 不是看中你们家的钱 你放心吧 那那那 又不这样 既然你们看中了 我们家也有钱了 那你跟我儿子马上去领账呗 哎呀 妈 我可以想马上跟你儿子领账 但是啊 我总得要把 要回公司 跟公司交接一下 这个工作先嘛 这样吧 你们啊 明天啊 就在这里等我 我明天啊 我就持老公 然后顺便啊 我拿那个身份账 护好板 然后就跟你儿子过来 登记怎么样啊 可以可以 行吧行吧 哎呀 记得叫你另外一个儿子 带你回来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跟他在一起了 小方啊 我没想到啊 原来我们是同事 现在啊 我们都嫁进同一个家门来 人家走你啊 哦 我们真的是太有缘分了 妈 你放心啊 我明天啊 就带着护好板过来啊 亲爱的 你等着我啊 我马上想成为你的老婆呢 你等一下赶紧打电话 叫你小儿子回来 哦 哦 那我们先回公司先啊 哦 那这个你们拿起来啊 啊 啊 妈 再见 明天记得来啊 想不到我们一下子被娘的千万富翁了 想不到我一下子又有钱了 又有儿媳婦了 不行 我要赶紧把这个消息够死小儿子 快点快点 喂 儿子啊 哎呀大喜事啊 你不用打工了 先回来 我们这样要拆迁了 很多钱啊 我还帮你 没有中了一个媳婦呢 快点回来啊 好好好 我们在家等你 啊 哎呀 她是马上回来啦 先挂起来先 哎呀先挂起来 先挂起来 挂上帽子啊 哎呀 这个冰子不见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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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冰子吧 哎呀 哎呀 可以吗 哎呀 香香都开心了 哈哈 哎呀 哎呀 这么久了那个美女还没来 哎呀 什么美女啊 哎呀 回来啦 你们不是在等我吗 哎呀 也是等你 也是等我儿媳婦 哎呀 家里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在桌了 怎么还有儿媳婦啊 哎呀 你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事啊 这个啊 这个什么事啊 这个拆着啊 这个钱是 什么钱是 我们拆迁了 有钱了 不懂啊 拆迁 拆迁人家不熟 是不是 这个都是黑色的 没有啊 昨天人家 一个大老板来啊 带两个美女来 说分两套安置房 还有 几百万啊 六百万 六百万 哎呀 你们想什么呢 我们这个地方拆了 能干嘛 应该做旅游中心啊 什么旅游中心 那村长有没有来说啊 没有 拆迁的话 做旅游中心的话 很热闹的 村里面所有人都知道了 对啊 村长 而且啊 是村长带头过来协商的啊 村长没带的 没有村长带啊 没有村长带 那你们是不是给钱他们了 对啊 有没有给钱 哎呀 几万块啊 几万块 完了完了 肯定是上当受骗了 哎呀 完了完了 哎呀 他还说说我老婆呢 现在完了 哎呀 老妈年纪大了 不懂事 也算了 你啊 怎么 你在这也被欺骗了 真的是 哎呀 你们两个真的是没用啊 完了 怎么办啊 就是漏洞北出啊 我昨天晚上出去的时候 六大的时候 都没有听说我们村要拆迁啊 哎呀 你们肯定是上当受骗了 这可怎么办啊 这可怎么办啊 那些钱还是娶老婆用的 你们怎么 乱 乱搞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我们钱已经没了 哎呀 媳妇也没了 哎呀 他们是被子啊 不行不行 哎马上报警 赶快去警察去报啊 快点 走走走走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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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太好了